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有些事情,如果你說我沒有講 你可以聽其他節目的,沒所謂 我們的台有其他節目的 如果你說有些議題,為什麼我不講 其他主持說了,我又不一定要再講多一次 這就是實際情況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還有看看訂閱狀況 MHP的政策部沙冷系統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都按一按 現在講一下這個禮拜發生的事情 之前也沒有講的 就是防住不炒這四個字好像就收了皮 這個是根據一些財經媒體的報導 因為禮拜一的時候 就有開到一個政治局的主要經濟會議 他那個經濟會議裡面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他就沒有講到防住不炒這四個字 那是否等於現在國內 就會放棄了這個防住不炒的政策呢? 其實現在有很多憧憬的 因為我也要講這個憧憬是很多的 所以在香港 你最近有看香港的股票 都會留意到的 就是內房 有部分的股份是升上的 舉個例子就是龍湖地產 碧桂園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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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會繼續下去呢? 我真的 不敢說 我真的不敢說 其實現在 內地 就算 我也要講一件事 就是我認為 就算現在 真的出聲 政府出聲說 放棄 這個防住不炒政策 都不一定 樓市會立即活起來 現在 我認為 只能夠起到一個 調控的作用 就是現在 一些人的信心 真的沒有什麼 那 很有可能 就是 當防住不炒不講了 就好像 八萬五 我不是真的想 說防住不炒好像八萬五 不是 但是你想想 你用八萬五去 推敲一下 你就會知道 八萬五 就算不講 樓市也要過一段 多長的時間 才會升 那些人的信心 是要過一段 多長的時間 才會回來的 尤其是做物業投資 那些信心是不會馬上回來的 那 你說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人之前有問過 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有些人問過我 其實香港現在 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樓價是下跌的 但是租金是升的 你留意一下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去地產代理那裡看看 那些租盤呢 那個價錢是升了 但是那些樓 那些人是不看好的 其實就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現在那些人都對 大環境 第一是沒有什麼信心 第二就是 那個釋口問題 就是 這個大環境 其實大家都看到 我想很多人都看到 根本 是不對勁 有些人 當然是說 現在是不對勁 不過我要打中臉 充肥仔 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就是你打中臉 充肥仔 就幫不了那個地方的人 有些地方是做這些事情 那 就是 有些地方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這個又要說 因為他想吹大一點 就是 因為你吹大一點 吹到一件事都好 那些人吹到信心回來了 就有錢扔下來 但是現在的資訊很流通 不是你 就是 亂吹就可以了 你真的要真金白銀扔下去 就是 如果要捕起這個市場的話 你 只要吹是很難 令到它上升的 就是 現在是要 現在去到一個 景地 就是一定要真金白銀拿去捕的 就是 譬如你 找 好像巴菲特那些 他去買你那個地方的東西 那你 自然有人會跟風的 其實這個現實就是 或者找個木頭傘 那些 就是Cathy Wood那些 就是他去買 那些人又會跟他去買 或者 舉個例子 有些人說 這個 電動車救世主投資 一定可以 有些人相信他 那些人又會跟他 所以 現在 我認為是複雜的 那電動車救世主 就是投資在中國 是啊 電動車救世主投資在中國 但是 電動車救世主投資在中國 就令到很多 就是中國的電動車企業都糟糕了 結果就是 所以整件事就 很麻煩 就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你 現在 那個國際環境 第一 不走 另外 現在 你跟那些90後聊天 每個人都說 不買樓 很多人都說不買樓 不要不能夠說百分百 就是90後 00後 那些 他們對樓這件事情 他們有另一個觀點 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 沒有需要買 結婚 為什麼要結婚 那些 其實他們的世界觀 改變了很多 如果他們的世界觀改變了很多 其實有些事情就會變 我只是舉個例子 我不是說全部人都是這樣 但是你只要 跟我們傳統智慧的人 傳統智慧是什麼呢? 就是四仔主義 就是有 屋仔 有車仔 然後 有老婆仔 還有小孩子 就是四仔主義 這是傳統思維來的 現在這個四仔主義的人 是少了 就是有些人 就是 一仔 只是要屋仔 有些人就只要車仔 有些人就只要 老婆仔 小孩子又不要 其實 有很多 不同了 就是那個世界 以前就是 大家都做差不多的事情 你做什麼 我做什麼 你小孩子主義 我就四仔主義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的 我留意到一件事情 他們想法的方法 是很廣的 他們想法 以及每個人 就是 不是很想 他們 走回上一代人 走的路 這個 就會有 很多問題出來 你說這樣就有動力了 社會有活力了 是的 但是 經濟有些層面 它 要有傳統 智慧的人 去支撐住 他說會變 是的 會變 但是 現在你看到 中間是會有陣痛 我認為現在是有陣痛 Lilah Square 也多謝你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那 Camp St. Lo說 大圍 C樓的租金升很多 很多是年輕人 移民回流回來住 是的 所以我告訴大家 租金就升了 但是樓價就下跌了 這個就是我們觀察到的 因為 有些地方建租是建四成 那個需求是大了很多 就是租盤的需求 那你說是不是 單純是人們回流 那我的看法就不是 就是有些人 之前見過樓市好 也賣了樓 那他們賣了樓 他們要住的 他們賣了樓 要住 那 老實說 那 住的需求 真的是剛需 來的 會在租務市場那裡 反映到的 其實是 那 現在如果是租金升的 那 那 他加息 又要說回 你加息的話 就是你工物業的成本就高了 那你租金升了 結果 你住的成本就差不多了 租和買都 就是之前 其實有些人 就 當然是選擇是租 那 如果你選擇是租的話 那有些人就說 他加息的話 我也不受影響 假設有一部分人說 租金不會跟著利息一起升 但是現在 這件事就 好像打破了這些人 又是他們一個傳統智慧 就是他們認為 你加息是業主而已 就不關租客的事 因為 你無端端沒有理由 可以加四成租的 那現在是 有些地方是做到這件事 可以加四成租的 當然還有一件事就是 疫情期間 就是 租金有些地方是下跌了 那 你說 香港和國內有什麼關係 國內那裏呢 我的租金到現在都沒有升 我就說 那 所以 實際情況就是 國內的樓市 如果在一線城市 我認為 他放開給人買的時候 那些二三線城市 有部分人想升級的 就會走去一線城市 那些人就會 去買 一線城市的樓 如果你一線城市 那些限購措施 真的放開了 其實 廣州有些網友 就說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限購 那些 其實不是 其他一線城市 還有限購 上海那些還有 北京那些還有 那些限購措施 是還在 那 那這些限購措施 那 現在是不是會 放開了 有很多人是 憧憬這件事 但是 我告訴大家 要謹慎 因為 如果是憧憬 北上廣深 所有限購措施 都放開了 那 其實 有一件事 都很嚴重的 就是 二三線城市的問題 就會浮出來 其實現在 有些人 就被迫留在 那些 二三線的地方 因為 他走不了 那些一線地方 買不到 一線地方的 物業 那些錢 就留在 那些二三線城市 如果 我舉個例子 如果 所有限購 那些購買限制 就是 保護席的人 買不可以 如果這些限制 他都放寬了 現在有些人 憧憬是這樣的 我看到 有些分析師 他們是這樣 憧憬 說這些都會放寬 但是 如果是這樣放寬 整體來說 都未必是好事 其實 那些錢 也是把一線城市移動 其他 二三線的地方 是 我認為會受到 很負面的影響 還有 二三線的地方 是否那些 治理水平是真的差 其實事實上也是 因為 其實 在 早幾年 當年今天 又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 連那些污水喉 都駁了進去 食水喉 那裏 在杭州發生 這件事 為什麼 當年今天 不說 現在就說一點點 就是因為 其實 國內的人都知道 二三線城市的 那個 治理水平 就是說 新一線 實際上 是不可能 新一線的 其實 有幾個地方 是不斷催 說自己是新一線的 那時候 我也提過 大家 千萬不要 落答 說自己是新一線的 他們 實際上 那個 不到一線城市的 治理水平 那個地方 如果是治理得好的 那些人 是願意 我認為 給多一塊錢 在那個地方 安居落業 那那個樓價 就會有支持 如果 那些人 是覺得 不行的 就是 不是的 就是沒有什麼優勢 你那個地方 那麼 那個樓價 就不會真的有 實質的支持 所以如果 現在的政策 真的放開了 的話 其實 有些人的憧憬 我覺得 是太過樂觀 他會覺得 內地人 就會拿了錢 去買樓 我覺得 這件事 暫時 我真的看不到 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真的看不到 暫時 還有 如果你說 要一些買不到樓的人 他都會買到樓 其實也是一個災難 為什麼 一向買不到樓的人 硬要他們 買到樓 這件事 在美國 就做過一次 在美國 搞到很嚴重 是次案危機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我相信 國內 有些政策 是不會做的 如果 好像 克林頓 他說 買不到樓的人 都要 讓他們 還可以 做美國夢 讓他們買到樓 硬要做一些次案 出來 如果是這樣做 他會 旺一會 但是之後 後續的問題太多 所以我不相信內地會 放寬了 或者 令到人人買得起樓 我不認為內地會這樣 商品房 說真的 也不是必須的 對有些人來說 你住的需求是有彈性的 也不是完全沒有彈性 那我算了 說到這裡 國內樓市 主要是回應 一些網友之前的問題 好 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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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